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早上呢,洗了一个澡,我就下楼赶快吃个饭 因为我好饿啊,昨天晚上都没怎么吃 我今天点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不是像羊肚包了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很神秘啊 我真的是不知道里头是什么 我就说这个看起来挺好的 里头包的是大米 我还以为是包的是羊肉呢 哎呀,尝一下 他这个很有意思就是 拿这个馅馋着的 先不好吃这个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这是牛肉炖这个炖茄子 又点了一份这个 这个是米饭加一些牛肉 先吃了 嗯 嗯 哇,这家店的味道好棒 在土耳其有这样吃的就不错了 嗯 大家 这个 嗯 嗯 还有一个 这个是他们那个 有石榴酿的一种酱 这个 微甜 微酸 很有意思 我在那个 诶,我在哪吃过一次 这个 这玩意儿拌饭可以的 看样子有点像 这种蚝油的感觉 但是也不适 它是比较甜的 拿16汁熬的 嗯 微甜 微酸 挺好的 还是尝一下这个 拿这个羊肚包的一些米 味道还不错 我更期待里头包的是肉 就是这个羊呢 要想慢慢吃掉 买了一个单 花了二十几块钱 拜拜 我又拿了一个这个酸奶 这个酸奶非常好喝 我昨天晚上的选择非常正确 就是住在他们的生活区 居民区这边 物价又便宜吃的又好 哇 这一顿真的是吃饱了 现在我走路去那个 马尔丁古城那边看一下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就两口的四儿 这边有很多的ATM机 再去做一个验证啊 你看 银帘 这个也有银帘 这个没有 这个也有银帘 这个 看不到 这个也有银帘 这么大一片的ATM机 基本上都支持银帘取款 所以说在土耳其 中国人旅行还是蛮舒服的 就朝那边走 马尔丁的老城就在那边 过去走一走咯 到这里就是马尔丁购物中心 这个城市最大的购物中心了 还有星巴克 我现在是沿着这条路 准备这样子上山 到那个马尔丁城堡去看一下马尔丁古城 今天的天气好 走走路挺舒服的 好了实话就是不知道坐哪一班 三公里路嘛走过来就好了 这边就算是马尔丁的新城了 我接下来去到这个山坡上 半山腰的就是马尔丁的老城 到这个分叉路口了 我应该走这边 这个看的应该像这个马尔丁城堡 因为下边我觉得不是对的 走上边吧 因为我走到山上以后再往下走就容易了 如果说我走错了再往上爬 那段估计就很难 走上来有一个停车场 这边就是马尔丁的老城了 石头城 基本上建筑都是拿石头器的 都是那种叙利亚风格的感觉 看到没有 留的留的 这城是蛮大的 我以为我走路一会儿就到了 没让它走了好久 可能是因为全都是上下坡的关系 这里估计是天天堵车 道就这么窄 车就这么多 还得要停在路边 那就有的堵了 反正堵着谁也堵不着我 行走在马尔丁的老城 跟大家分享一下马尔丁老城的一些知识 马尔丁是大概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 是由叙利亚的东正教徒最先在这里定居的 大概是七世纪至十二世纪左右 是阿拉伯人统治这里了 到了十五世纪左右 它就纳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一直到二十世纪 就是奥斯曼帝国不是解体了吗 给大家说过 然后这里还是归土耳其的管辖 而且是土耳其的一个边境城市 这里非常的有意思 有多有意思呢 就是这里困居了很多人 就是土耳其人 叙利亚人 库尔德人 还有阿拉伯人 甚至这里还有一些基督教徒 因为这个地方是又靠近叙利亚 其实离伊拉克也不是很远 大家都知道叙利亚和伊拉克 他们不都是两河流域吗 上高中课本的时候学过 就那个迪格里斯河 又发拉底河中间那个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马上我就可以亲眼看到这个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了 现在就可以了 这样子垫个脚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是不是走错路了 我现在在这个马尔丁老城 其实是我想去这个山上的城堡 就马尔丁城堡上面 因为可以看到 非常壮阔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这个巴特 这个怎么上去啊 那边都有铁丝网拦着的 如果说我走错路了 我真的是心不甘啊 因为我真的是走了四公里了 看那边都有铁丝网 按理说应该是这样子绕上去的吧 这个城市啊 别称是石头城 就是这些建筑材料 基本都是石头 地下都是石头 石头多吗 奢侈吗 哎呀 我怎么上去呢 我回去的时候肯定要坐小巴士 我再不会傻的走回去 哎呀这个城堡怎么上去啊 我刚才问一个人 他说这条路好像去不了城堡 要必须要这样子 呜绕一圈 从城堡的背后上去 我这想想也对啊 一个城堡 这面上去呢 涂个啥 这什么东西 这应该是个信仁 还搞了一个 这种紫色的颜色 哇 这是不是一个茶馆 看那两个人 都能喝茶 算了 我们随遇而安 佛系吧 佛系吧 沿街有很多卖这种香皂的 这个一股香皂味儿 看这个是香皂专卖店吧 应该是洗衣皂 应该不会有人拿来洗脸的 洗衣服的 那叫肥皂 对肥皂 你看 这边又有一家店 专门卖肥皂 这很有意思啊 而且头一次遇见这样的店 这一个店全是这样子 我也不买啊 实在不好意思 继续溜达溜达 这些都是很传统的手工艺品 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 就这个香皂开一家店 我很纳闷啊 发现一个游客聚集的地方 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应该能很好的看到 没错不达米亚平原 诶可以看到 但是我发现这边好像更好一点 哇 还有人照相呢 跟两个鸟照相 金刚鹦鹉 给他赶快让开 先上来 这应该是政府办公的地儿吧 我也搞不懂啊 找个好地方 视野是真开阔 哎呀 终于是上来了 我眼前 这个平原 就是 非常著名的 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上学的时候地里课学过呀 这个 这是真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啊 就是大概再往这边啊 这个山山完了 山结束了嘛 再往那边走上个 几十公里吧 就是 叙利亚了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 大概 这个方向 延伸过去几百公里吧 靠近这个伊拉克那边啊 有一条河 是不是啊 也是从这个高原上这样的流 往下流 迪格里斯河 大家脑补一下在这儿 然后呢 这个方向就是 安吉泰那边 也是土耳其嘛 然后 大概往那边走有个 也是个小几百公里 有条河 看就这样子 往下流 又发拉底河 这两条河呢 这样子 最后把它 中间这个位置啊 一个平原 就是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了 基本上就囊括了 伊拉克 徐利亚 很多的领土 最出名的就是那个 就是周杰伦不是有首歌吗 古巴比伦王奔布拉 汉莫拉比法林 对 就那首歌就是 将近 我看 四千年前左右 将近四千年前 是吧 这边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 古巴比伦王国 是吧 哎呀 啊 这样一说 这个土耳其可以啊 我土耳其不是都流大完吗 土耳其基本上都在高原上 你看 他把这个就是 地势高的地方都都站着了 你看这个地势平反的地方 他都不要 你看是不是 但因为往伊拉克 往叙利亚那边走 很多都是沙漠呀什么的 你别看这眼吧 前的这点绿色 知道吧 那是因为靠近高原这个水量还多 知道吧 他在绿的 你看这个 升到这个沙漠腹地 那有啥绿的 所以说 这个有头有脸 有鼻子有眼的地方 被土耳其都占了 当然了 这也是 靠着奥斯曼帝国的余音 是吧 其实我是很想 到这个城堡上去看一下的 因为这个马尔丁啊 它这个意思 本身就是要塞的意思 知道吧 你看这个城堡 你想想一下 可能说是一千多年前 是不是 这里驻守着一支军队 是吧 天天就这样子 像我这样子 瞅一瞅 你说谁能打过来啊 是不是 那不疯了吗 是吧 在古代的战场上 真的是高处打低处 就跟老子打儿子一样的 随便走 是吧 低处想打高处 真的好难的 好了 没错 布达米亚平原 也看到了 唯独就是这个城堡 用我们四川话说就是 爽秋不蹭 因为我不知道路啊 这边真的是上不去 按理说我想也对 就说一个城堡怎么可能正面上去 是不是 一个城堡怎么也是从背面上的 于是乎我决定的等我有空了 我再走路到背面 然后上城堡 这个真的是好难抉择呀 你要说是你在这边搞一个那种 电梯什么的是不是 多舒服 路到吃东西 我找了一个当地人喝茶的地方 我也学了他们 你要说去那种就是高级点的茶馆 咖啡厅可能还没这个感觉呢 是吧 他们都是点了茶 然后拿个这个凳子 看 自觉找个地儿 就这个天台上就行了 是这样子的吗 这是坐的吗 还是放茶的 应该是坐的是吧 坐的放在这 那也太挤了吧 不对 哎呀 果然是脑子有点问题 应该是这样子 那问题是前面一堆垃圾 太不好看了 我能不能坐到人家家去 算了 不找事了 我还是等我的茶吧 OK 我的茶来了 Thank you 哎呦 这个茶颜色蛮正啊 当然了 只要不放糖怎么都行 我这个头发其实蛮长的了 至少要把这个病脚来后边修一下 这个我想理个发呢 我妈说等到2月2龙抬头以后 我这今天一看正月十三 还有半个多月呢 反正无所谓 戴着帽子就好了 喝上一杯富尔奇的茶 我一般的话是不放糖的 真的不敢放糖 这个糖啊 是越喝越胖 越喝越弱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还庆幸我自己没有住在这个老城区这边 因为这边交通真的好拥堵啊 还有就是就是乱糟糟的感觉 还有就是没有看到什么大型的超市啊 也没有看到什么买菜或者买肉比较方便的地方 而且我要是住在这儿 住那种情侣的话 我会去做饭也不是很方便 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多舒服啊 一天八十里拉它不香吗 我等会走回去 哎不不不不坐车回去 然后逛一逛那个马尔丁最大的那个购物中心 买上一点东西是不是 回去做个饭 然后明天 我再溜溜答答的走那头 到那个城堡上去看一下就行了 不着急 把这个节奏放慢 我先花半个小时喝杯茶 好了 马尔丁的星辰呢 也是在一个山谷里 不是很大 我现在准备下山了 看到那个建筑没有 那边有一个马尔丁的购物中心 我去那边逛一逛 看能买到点什么 走到了这个购物中心 好大的风啊 赶快进去逛一逛 我想买点菜再买点肉 回去做个饭吃 哦 这里不会是边境地区 包都要过安解 好了 包过安解 我们再进来逛一逛 超市应该都在富一楼吧 这么个边境城市修这么好一个商场 让对面的叙利亚怎么想 在这逛街 蛮让人感慨的 就是距离我只有几十公里的叙利亚 战乱不断 哎呀 老百姓生活真的是水深火热 而这个马尔丁呢 你看看 这么安全 大商场是大超市 物资供应齐备 想买什么都能买得到 真的是不一样了 这个是9块9 行 菜先不着急 我先转一转 看一下哪里能买到肉 这还有卖鱼的 在这 土耳其这个物流液真的挺发达的 这还有三文鱼呢 这个三文鱼还蛮新鲜的 八十 八十四块钱一公斤 哇 要不买上一块就行了等一会 我再逛一逛 这肉也这么多 所以说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你要生活在一个战乱的国家 那真的太难了 肉呢 我找一找肉 可能一圈应该就在这 我来研究一下 哪个肉可以炒菜吃 我看了一下就这个肉炒起来比较好 OK 这个刀工厉害啊 刚好500克一斤 刀工厉害 瘦皮啊这小伙子 差那么一丁点他拿个刀这样子割了两下 丢上一来 真的是丝毫不差 哎呀真的是匠人啊 厉害 估计这小伙子今想 我靠我也是刀工厉害的 一刀搞了个整的 OK 多多钱呢? 这块一斤 一斤的是49.95 加近50块钱 一斤牛肉50块钱 还行 我还想拿一个这个 嗨 哈喽 I want to see 7 Fish 拿了一份三文鱼 三十几里拉 我多久没吃这个了 好几个月了 尝一下 买了鱼肉还有牛肉 我再来买菜 大蒜有 我直接就弄上点辣椒 看到这个辣椒了好东西 这么贵 但这个辣椒炒菜香啊 这个 但这个有点蔫 我买点这个辣椒 少拿一点 就当配个色就好了 主要还是靠青椒 几根就行了吧 就这几天 哎呀出门在外啊 环球旅行啊 又要玩好 还要吃好 真的是很难呢 毕竟在国外 怎么都不如我们国家方便 就别说 就这个辣椒 在土耳其 买到的很好了 我硬是在那个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 转了一大圈 都没有找到这种尖椒 他们的辣椒真的是 不是很辣都不太好 这个辣椒炒牛肉贼辣香 是不是 哎呀都流口水了 看我发现什么南瓜呀 这个可以煮南瓜西饭呀 我好喜欢吃 这青菜蛮多的 哎这个是那种 这啥菜 生菜吧应该是 我还是拿着这个 这菜多水林 是吧 草一下吃 我得看一下价格有 这在水林这个地方万一天价怎么办 我呢 差不多了 这么多菜 这两天够吃了 土耳其虽然说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但是卖酒的地方非常多 也非常的方便 很容易就能买到酒 价格的话 其实蛮高的 这样一个白葡萄酒 一百多块钱 算贵的了 但是如果说想到这是穆斯林国家的话 那就不贵了 因为有的穆斯林国家真的是天价 一瓶酒 我在这个茅塔的时候 他们说 最贵的时候 啤酒一罐一罐 就一百块钱人民币 你说那哪能喝得起啊 买完单 花了一百一百二十三块钱 相当于大人民币的一百一十五块钱左右吧 我刚才买了这块姜 这个国家姜特别贵 这一块姜就十一块钱 姜一军呢 这是姜我军啊 但是你要不吃姜也不行啊 哪有草菜不放姜呢 是不是 所以就只能买了买了 还有这个土耳其这个超市 很多超市啊 它都不需要你打价格 你到结账的时候呢 它有个称 然后呢把价格自动的打长了 这样子比较好一点 这个景区啊 可能住起来感觉有 但是生活起来 肯定不如我住在市里头方便 现在走路回家 房东的话 他要等到半个小时以后才回来 我都没有钥匙 哎呦 我好像错了一个事 因为房东今天给我给了一把钥匙 我以为他给我说的是这个楼下大门的钥匙 没有他给我给的是这个门的钥匙 然后呢我把这个钥匙就没带 我就说楼下门是开着的 然后我现在就在这玩手机等他就好了 还好他有一把钥匙啊 不然的话我俩门都进不去了 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 我刚才呢 把牛肉腌制了一下 辣椒切了 米饭泡着 还有蒜和姜也切了 就这个 吃倒是吃过很多回 真的是没切过 房东刚回来了 我跟他讲了一声 就说我们晚上一块吃个饭 反正我做饭蛮快的 这个真的是不会切 当时应该让他帮我切好 可能他的刀工可能跟我也差不多 八九不离十 他这个刀也不立 这个房子是他刚租才三个星期 所以说他很多东西都没有配齐 好吧 该把这个皮肯定是要不要的 还有这个刺儿想办法再拔掉 哇这个好难的感觉 这个好难的感觉 问题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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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把这肉给弄出来 是不是 咱只能是见笑了啊 就这样就行了 刀工不行 摆盘来凑 摆个盘 为此我还翻箱倒柜的才找到了一个像样的盘子 看这东西不多 我都把我的盘子都用上了 我估计都不一定够 因为他们几乎是不怎么做饭的 对 你看我们 刀工不行 摆盘来凑 是不是 其实摆盘也不行 我感觉我这样的摆也不太好看 好了 对吧 诚意来凑 这个火就是这个灶最大的火 这个火啊 还真的 连那个 哎 我们老家 人家烤火的那个火 都比这个火要 火一点 讲究这炒个菜吧 用我的油吧 还是 咱油多 因为我要坐飞机了 它这个火啊 其实还是蛮大的 就是我把这个鸡蛋啊 倒到这个锅里啊 大概过了五分钟 你看 快就快可以了 睡了一觉 哎呀刚刚睡醒啊 这个灶啊 这个灶啊 我把那个盖鲜了 从今天搞成一个烹气似的 就这样子 火力也就是猛了 0.1% 几乎感觉不出来 这几个菜烧了 快十分钟了 应该疯了 真的 要求不高 熟了就行 我今天买的都是好牛肉啊 五十块钱一斤的牛肉 这个价格在土耳其真的是好牛肉 罚头我也要克服种种困难 做出一道像样的菜 让我的房东小哥尝一下 来自东方的手艺 看这个火啊 我都没有什么底气呢 哎呀 我的怒火都比这个大了 真的 这个青椒牛肉啊 主要是靠火火 我那儿呢 没得火火 所以就成像火气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说 反正我这儿放了半天了 是不是看不下去了 把他倒出来 开始炒腊子 成不成的全靠便宜 我们也不放 反正老外也吃不出来 哎呀 哎呀 我们这一肚子火气都能把这个超熟 但是这个火等于是超熟 勉强看一下还行 我的这个房东小哥呢 刚才出去买了很多的这个碟子 他说他家里真的是没什么碟子 他说他需要这些 而我呢 还是守着这个牛肉 哎呀 因为我真的是 就不敢动它 因为我一动它吧 我就觉得吧 热气就没有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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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客气 谢谢 我们两个 一人喝一杯可乐 哎 我这个房东英语非常不错的 挺好的 我跟他住一块儿 学了不少英语单词呢 来 应该是 享受你的餐厅 对 享受你的餐厅 对 享受你的餐厅 谢谢 OK 我可以拍摄照片 我会在Instagram 可以吗 OK 他要拍个照 发到他的Instagram OK 我猜你没有在Instagram OK Coco 在韩诚中文字幕 Sheri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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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是干杯里 啊 好了 尝一下 这个牛肉 我先尝一下 我就害怕 不打成功 因为 真的是需要火候呀 问题是咱这儿只有火气 跟火候它不搭边儿啊 尝一下 Chinese people just use chapstick 对 对 对 是 不可能 对 对 对 你用着 很难用的 很难用 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 我们说 这更容易 嗯 嗯 嗯 哎呦 我这可以啊 嗯 如果我们有大败 大败 大败 这个食物 更好吃 对 对 你对 但是 Mardin 嗯 嗯 嗯 很难用 他说 他说 他刚才跟我讲是 Mardin 是一个非常古城 不 一样的 在城市里面 不 多了 是 是 多了 我帮你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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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觉得这个牛肉,就拿时间夯的,居然还成了,蛮好吃的,我真的是有一双话腐朽为神奇的手啊 他还需要用小刀啊,他哪个菜用小刀呢? 他居然是还需要用刀吃这个菜 我让他知道一下中国人是如何吃 这很好看 我看来看,看来看,中国人吃这个菜 非常容易,非常容易 你可以吃这个菜 我可以吃这个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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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吃这个菜,我可以吃这个菜 但是我可以吃这个菜 非常不同 我喜欢这个菜 我不喜欢鸡蛋 但是它很漂亮 我喜欢它,它很美味 但是这两个是最好的 鸡蛋 你把鸡蛋放在鸡蛋吗? 鸡蛋? 不,只是中国鸡蛋 只是鸡蛋 只是鸡蛋 他们的话就是这个米饭啊,蒸米饭,他们会加一些东西 而我们中国人呢,基本上是不怎么加东西的 好的,我来尝一下我的这个蘑菇炒蛋 他们能接受的食物就是这个和这个 这个的话,估计就是型号太大 他们觉得,咬不下去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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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多了,不太少了 中国人在这里有很多人 我只是三十三个顺利益 太多了 太多了 如果你这么多了,你会有的意思 你会有名字 哦 你会有名字 或者是三十三个顺利益 你会有名字 非常名字 是的,你会有名字 你会有名字 你会有名字 如果你这么多顺利益 哇 哇 但是,我只是用了中文的App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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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